一連連食物堆放地上 只用塑膠袋簡單包裝 多輛貨車不斷進出 凌晨的萬華 題外停車場越晚越熱鬧 六點吧 到早上 對啊 有的人都很早就來了 那如果下雨天呢 對 一樣在這裡的雨 不過食材新鮮 淋雨一樣照常擺攤 停車場秒變菜市場 時不時還有不速止客 你看人走過來 老鼠還繼續吃啊 看到人經過 原本在享用美食的老鼠們 瘋狂逃脆 離譜畫面也讓民眾動不掉 議員也請來北市相關局處 只求對決 是完全沒有人看管 然後他們的交易模式也很怪 供的田市場可以這樣子做嗎 也很多都是加工過 比如說像麵條豆干 或者是鴨血之類 那這部分不屬於批發市場 裡面交易的東西 違法擺攤 然後這樣販賣的話 其實是應該是由 那個場地管理機關去做的 去把這個空間去認定做道路延伸 那我把它去認定到我原延伸 然後我未來就可以前進警力 透過像剛剛提到的 用道交條約的部分 就可以去做一些相關舉例跟開發的動作 不只非法聚集擺攤 還佔用國有停車場 市場處停管處互相甩鍋 但食物源頭安不安全 才是重中之重 一天凌晨我們就去做機場 期限到沒有改善的話 是罰六萬到兩億 沒有辦法留下人 至少我們留下車牌號碼 我們就可以以車追人 去要求他們去做改善 機關之間推來推去 然後沒有辦法一個 馬上立即有效保障老百姓吃得 食得安心的一個做法 全台食安問題連環報 食物安不安全 民眾捕灑灑 政府官員卻只忙著推卸責任 百姓過年也只能自求多福 別買到有問題的食品 黨臉菜 進行晚點 國安庭 採訪報導 立刻上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